喂 嘿 大家好 我们阿林的议程 这个林波的议程即将开始 好 这个议程 这个时段呢 是我们 台湾嗨客协会 就是我们主办单位的时段 那我们会说明一下呢 台湾嗨客协会呢 在这一整年呢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有哪些计划 那还有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 project 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各位参加 那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 最经典的这个奇葩奖的颁奖典礼 那希望各位不要错过 那等一下我们协会时间呢 我们欢迎我们HECON的秘书长 Turkey来为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HECON台湾嗨客协会的一些活动 掌声欢迎Turkey 好 大家好 我是社团法人台湾嗨客协会的秘书长Turkey 然后今天呢 由我来简短介绍一下10分钟 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嗨客协会 那HECON到现在已经是13年了 这13年来我们渐渐有了影响力 这13年来HECON从100人的聚会 到现在上千人的聚会 并且这一整年之中 我们也推动了很多的专案 我们希望可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治安的领域 让社群可以蓬勃发展 以及和政府合作来达到双赢的效果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协会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协会 到底有哪些专案呢 当治安事件 当治安重大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尽快的举办Freetalk 我们会邀请治安专家 来分享治安的解决之道 我们以技术的角度 来回应治安的问题 让治安事件用最专业的角度去解释 我们会邀请治安事件相关的产业 以及赞助商 以及学生社群 来参与我们的Freetalk 同时我们也会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 让议程的内容传达出去 那Hikon Gloss呢 是一个由鸭客协会所支持的女生的治安的社团 Hikon Gloss呢 总共分成五个类别 第一个呢 就是二一城市分析组 还有Web渗透测试组 还有Android渗透测试组 还有网路安全组跟CTF组 我们会定期举办内部的聚会 还有每个月一次的读书会 那希望可以透过读书会的方式 来让大家互相的交流 然后一起进步 那除了读书会之外 我们也到中南部去去举办各地区的资讯安全的会议 今年7月呢 我们到台中举办治安萌芽的推广的活动 对象呢是针对国高中生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力量 让更多的学生来喜欢资讯安全 让更多学生可以认识资讯安全的领域 那在治安萌芽的活动中 我们也邀请了中部的治安社群前来 前来为学生发表 分享他们治安社群的内部的营运方式 还有加入的方式 我们希望让学生可以有更多的管道 来认识来学习资讯安全 那这一次的治安萌芽的会议中呢 我们让更多的同学来认识资讯安全的领域 让他们知道駭客竞赛是怎么的规则 还有也让他们知道在享受网路安全 在享受网路便利的同时呢 如何保护个人的资讯安全 那我们也让大家了解到 资讯安全有哪些相关的工作及领域 那在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段 我们安排了一个简单的 有趣的游戏 那我们就是让各组同学上台 分享解题的经过 那在这两天的HECON Community的会议中 我们很开心的遇到在资安萌芽这场会议的很多的学生 那他们也特地北上来参加这一次的Community 那除了HECON Growth之外 我们也有HECON CTF的战队 那协会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协会的力量 让这群CTF的战队呢可以无后顾之忧的打比赛 战队呢很争气的在各大国际战胜赛事中拿到相当棒的成绩 在今年7月底的HECON世界杯DevCon CTF中 我们很荣幸的取得了世界第二名 我们很开心的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台湾 接下来呢除了战队外Girls外 我们每一年的暑假也会举办社群场的台湾HECON年会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在资讯安全学习的年轻人 可以到台上来发表他们最新的研究 还有分享他们的他们的技术 这是一个纯资安的研讨会 在这个会议中希望让大家认识更多同领域的朋友 找到资安学习的伙伴 我们也邀请了许多资安社群到community来摆摊 那这是一个由志工群一起举办的活动 那大家在享受资讯安全会议的同时 希望可以向这群默默在背后帮忙的志工说声谢谢 那community外我们也举办了HECON Training HECON Training呢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资讯安全的课程 我们邀请世界各国的资安专家前来分享技术 让他们将多年的资安经验传承下去 我们透过小班教学 让学员可以及时与讲师讨论 我们开过二一城市分析的课程 Web安全相关的课程 还有数学见识等等的相关的资安课程 那今年HECON也第一次的举办了黑客松的竞赛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更多不同领域的朋友 一起来共同发想 来结合每一个人的专场 然后来开发出设计出来 共同创造出不同的火花 那在每年年底 我们也会举办HECON Pacific 亚太区 駭客年会 我们邀请 及对外增稿资安高手前来台湾分享最新的技术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HECON Pacific 让企业政府了解国际的资安趋势 现场也有很多赞助商前来招商 我们也鼓励惠众在现场互相交流 今年的Pacific呢 2017是在12月6号跟7号的时候来举办 然后在TICC举办 然后欢迎大家将时间空下来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HECON Pacific会议 那在HECON Pacific的隔天 HECON CTF也正式开打 我们邀请世界前师强的駭客战队前来台湾参加决赛 那这次的竞赛题目呢 都是由HECON CTF战队所设计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HECON 了解到CTF的领域 我们也安排由HECON Growth的CTF的导览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学生 更多人来了解到这次的竞赛的规则 让这个国际的赛事 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 HECON除了比赛还有竞赛 比赛还有会议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技术的交流的平台 HECON Knowledge Base 我们鼓励大家来投稿 治安技术相关的文章 我们还有一个漏洞平台 HECON Zero Day 我们是駭客和企业中间的桥梁 协助漏洞 我们来协助駭客来通报漏洞给企业 我们希望可以让企业更重视资讯安全 我们也很重视社群的交流 我们邀请了台湾各大的治安社群 我们提供一个轻松的场地 让大家一同来玩玩乐 我们也让各大社群们互相认识 那HECON有推出一个治安社群的补助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由HECON来提供经费 让这些全台湾的各个大 各大的治安社群 可以不用为了钱的方 可以不用 不用顾虑到经费 然后让治安社群读书会可以顺利的举办 那这是HECON今年的活动 所以接下来有HECON Pacific跟HECON CTF 那有哪些管道可以认识HECON呢 就是HECON的Facebook HECON的微博 还有HECON的Twitter HECON的部落格 然后这是我们的大会的信箱 好 谢谢大家 好我们非常感谢TUKI的解说 那TUKI是我们台湾亥克协会的秘书长 那相信各位都知道 这个成立一个协会 RUN一个组织 是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各位也要真的要谢谢TUKI 有他才有我们今天这么棒一个台湾亥克年会 请大家再给TUKI一个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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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